2013年的一天 大学刚刚毕业的叶诗盟到新公司报道 上班的第一天 部门领导让业务骨干李明轩带叶诗盟熟悉下环境 就在他们四目相望的第一个瞬间 一种难以言语的悸动 在两人心头同时升起 或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吧 之后 在李明轩的追求下 不尽的一天 甜蜜与幸福 很快进入了两颗年轻的心 叶诗盟是江苏人 在上海找到工作后 就在公司附近租间房子 而李明轩是上海本地人 善良热情的他 对女朋友照顾得特别周到 一次 叶诗盟跟着李明轩来到了陆家嘴站 在天桥上 看着近在咫尺的东方明珠 看他身边楚天拔起的一座座大厦 叶诗盟依围着男友 心中觉得无比的甜蜜 这时 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叶诗盟打开一看 先是一愣 继而心猛地往下一沉 怎么是他 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叶诗盟再次依偎到男友的怀中 可是心中却多了些许不安 叶诗盟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这条短消息是谁发来的 这一串串疑问的答案 此时都深埋在叶诗盟的心中 他更希望能永远埋在自己心里 那还是大三那年 当时叶诗盟在长州读大学 听说驾照 对毕业找工作也有一定帮助 他决定边读书边考驾照 于是 他在一家 驾校报了名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阵子正好是学车热潮 考试难度又是一生再生 学了两个月 他能摸到方向盘的机会 少之又少 考了两次小路考 他都被关掉了 这可把他急坏了 他听一起学习的师兄师姐说 在驾校学习都有潜规则 多少要给师傅一丝一丝 塞点红包的 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可叶诗盟毕竟还只是个学生 手上并不宽裕 他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咬咬牙 单独请师傅吃一顿饭 叶诗盟的驾校师傅 叫陈学明 年近四十 在这所驾校 已经当了十年的教练 他的妻子是个销售员 经常出差 在外地跑业务 饭桌上 叶诗盟左一个陈哥 又一个陈哥地叫着 年轻女孩 甜美的声音 叫得陈学明心花怒放 陈学明当场承诺 一定用心指导叶诗盟 争取让他下次过关 但要求他必须多抽时间 跟着自己学习 叶诗盟高兴地连连点头 陈学明没有食言 这之后 他对这个年轻美丽的小徒弟 特别照顾 不仅手把手地教他练习 还常常为他开小灶 单独带他在马路上练车 不过在练习的时候 陈学明常常借着换档位的机会 将手搭在叶诗盟的手上 一天 学车结束后 天色已晚 叶诗盟的师兄师姐们 都相继走了 只有叶诗盟学校离得远 陈学明主动提出 开车送他回去 叶诗盟觉得师父挺照顾自己 高兴地答应了 陈学明确实表现得很体贴 先是提出那么晚了 学校食堂肯定已经没有晚饭了 带着叶诗盟在附近的饭店 美美地吃了一顿 然后他开车送他回学校 途中叶诗盟不知不觉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 他感到一阵急促的呼吸 接着是手的游动 叶诗盟猛然惊醒 他惊恐地睁开眼睛 发现车子已经开到了个偏僻的地方 四处无人 眼前的陈学明已经半个身子 扑到副驾驶位子上 叶诗盟使劲推开陈学明 却怎么也推不动 陈学明见叶诗盟那么柔弱 又犹豫不决 便搂得更紧了 年轻柔弱的叶诗盟 最后竟任由陈学明摆布 叶诗盟的顺从 一方面是柔弱 一方面也确实是有私心 一个是柔弱的单身徒弟 一个是有恃无恐的已婚师傅 两人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 从那之后陈学明确实对叶诗盟更上心了 别的学员是想方设法讨好师傅 他是反过来讨好叶诗盟 学员孝敬他的礼物和消费卡 他常常一转手就送给了叶诗盟 考出驾照后 叶诗盟几乎不再主动联系陈学明 但陈学明仍然常常会到学校去找叶诗盟 每次去都会带上些礼物 此时此刻他已经深深地迷恋上了 这个年轻美丽的小女孩 这时陈学明心中也明白 自己不过是个驾校的师傅 有妻有子 一个大学生怎么可能会愿意和自己有未来呢 每每日火难耐时 陈学明都恬不知耻地对叶诗盟说 等你毕业了 有了男朋友 一定要告诉我 我就不再来找你了 对陈学明的话叶诗盟信以为真 转眼大学快毕业了 为了躲开陈学明 叶诗盟特意在上海找了份工作 连手机号码都换了 他一厢情愿地以为 从此以后就能摆脱陈学明的纠缠 然而 一切并没有如叶诗盟所愿 人想要结束一段关系并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像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 人总是会和一群人有联系 叶诗盟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生活才平静了几个月 陈学明又千方百计地 从叶诗盟一起学车的同学那里 问到了他的新手机号码 从收到短信的这天起 隔三差五的 陈学明就会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 陈学明的举动 让叶诗盟意识到 他是个偏执执拗拗的人 他决定和他好好谈一次 2013年的国庆节 叶诗盟回常州老家 和陈学明约了见面 坐在陈学明的车子里 叶诗盟婉转地告诉他 陈哥 我现在就把你当成大哥看待 有些事情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陈学明显然无法接受 说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是不是没有告诉我 一看陈学明那么激动 叶诗盟到嘴边的花 又咽了下去 你别乱想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们不会有未来的 不如现在就放下心中的感情 叶诗盟不是不想说清楚 他担心说的太绝 陈学明会既恨在心 由爱变恨 他不想有极端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样的拒绝太无力了 大多数男人听到这样的话 仍会抱有希望 长假过后 叶诗盟回到上海 他打算冷处理 可没想到 他越是不接电话 不回消息 陈学明越像是疯了一般 不停地拨打他的手机 而另一边沉浸在热恋中的李明轩 毫不知情 满心欢喜地经营着两人的爱情 几个月后 是叶诗盟的生日 那天 李明轩精心准备了一顿烛光晚餐 饭桌上 李明轩深情地告诉叶诗盟 自己想一辈子和他在一起 他就是自己梦想中的新娘 叶诗盟娇羞地低下了头 心花怒放 或许在内心里 他更想早一点把两人的关系定下来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 彻底摆脱陈学明的纠缠 就在两人举杯庆祝的时候 叶诗盟的手机突然响了 叶诗盟以为是彭洛的生日贺电 下意识地接起电话 不料电话那头 却传来陈学明的声音 生日快乐啊 我好想你 我想来上海看你 叶诗盟紧张地赶紧挂掉电话 马上把手机调成静音 整个人都有些发抖 他不知道陈学明的这句话 有没有被李明轩听见 只好假装轻松地说 啊 是个老乡 过几天要来上海出差 最怕这种应酬 热恋中的人是最敏感的 却也是最简单迟钝的 听了女朋友的解释 单纯的李明轩 没有一丝考虑 更没有意识到 夜市门慌乱的神情下 似乎在担心着什么 李明轩这边倒是没什么 陈学明那边却激起了三层浪 当晚回到家中 夜市门一看手机 竟然有几十个未接来电 夜市门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 陈学明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夜市门刚按下接听键 手机里就传来了 陈学明质问的声音 你是不是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陈学明理直气壮地质问 让夜市门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你凭什么质问我 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电话中 两人争执了起来 陈学明生气地挂断电话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陈学明再也没有和夜市门联系过 这样的清静是夜市门期盼的 他希望这段最隐秘 又不光彩的事情 就这样翻页过去 2014年8月底 夜市门的单位同事 拿到了几张玛雅水上乐园的门票 请关系好的同事 商量好一起去玩 夜市门高兴极了 他非常喜欢水上乐园 这次还是和心爱的男友一起去 那一天 夜市门和李明轩玩疯了 同事们给他俩 拍了很多亲密的合影 每张都充满着浓浓的爱意 晚上两个人各自回家后 李明轩意犹未尽 把两人的这些照片 都传到了开心网和QQ空间里 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无意的举动 让夜市门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和夜市门冷战的这段时间里 陈徐明渐渐意识到 夜市门的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 他从没有给自己主动打过一个电话 发过一条短消息 但即便是这样 陈徐明依然心有不甘 甚至更想知道夜市门的一举一动 或许人会有一种窥探心理 不联系的日子里 他常常会到夜市门的开心网上 看看有什么更新 一天晚上 陈徐明和往常一样 打开夜市门的开心网主页 起初他只是随意地浏览一下 但无意间扫到他和好友列表时 他突然间正住了 有个好友的头像 竟然是个年轻男孩和夜市门的合影 不用说 陈徐明看到的这个人肯定就是李明轩 陈徐明凭住呼吸 点开了李明轩的相册 几乎全是他和夜市门的亲密合影 尤其是在水上乐园 那些照片上 夜市门依偎在李明轩怀里 脸上露出幸福灿烂的笑容 是陈徐明从未见到过的 原来 夜市门一直在骗自己 怒火一下子 在陈徐明的心中燃起 他极度愤怒 更深感自尊心 受到了伤害 他难以自意 抓起手机 就给夜市门打电话 你不要再骗我了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 电话那头 听到陈徐明质问的口气 夜市门知道 该摊牌了 你管我有没有男朋友 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有男朋友了 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听到这话 陈徐明气的浑身发抖说 我要来上海 我要和你好好谈谈 夜市门不屑地回答他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别说我交男朋友了 我就是结婚 也不关你的事情 说完 夜市门挂断了电话 经过这通电话 夜市门心里 常常舒了口气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事情应该有了结吧 可是 事情并不像 夜市门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个星期后 夜市门又接到陈徐明的电话 显然 陈徐明是有备而来的 现在开始是吃蟹的季节了 这个周末 我来接你 我们去阳城湖吃蟹 你陪我度过周末 我真的很想你 你就满足我最后一次吧 陈徐明自说自话的口气 让夜市门很反感 一口回绝了他 我不会去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不去 这可由不得你 陈徐明冷笑了一声说 我手上有你的裸照 去还是不去 你自己掂量吧 只要你最后再陪我一次 我们之间的情感一笔勾销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骚扰你 夜市门的脑子瞬间空白了 他知道陈徐明是什么样的人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 这种时候 女人越是对心上人所钟爱 心中越是怕心上人知道 这件事情后会离开自己 夜市门越想越后怕 心慌意乱中 他答应了陈徐明的无礼要求 周末 夜市门坐上了陈徐明的车子 车子一路开到阳城湖度假村 夜市门跟着陈徐明 走进了预定好的房间里 陈徐明将房门一关 就紧紧搂住夜市门 夜市门本能地用力推开他 陈徐明没有防备 一个踉跌 差点摔倒下去 这个举动一下子激怒了陈徐明 他一把将夜市门推到床上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绳子 把夜市门捆绑住 夜市门瞪大双眼 惊恐地看着他说 你要干什么 陈徐明狠狠地说道 我要干什么 你不是都清楚吗 夜市门努力地蹬着双腿 你先把照片删了 然后我们再谈 你骗了我那么久 有什么好谈的 都是你欠我的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说着 陈徐明就开始撕扯 夜市门的衣服 夜市门见陈徐明如此无赖 不由地尖叫起来 你不许过来 否则我喊人了 他话音未落 整个脸就被枕头紧紧地蒙住 陈徐明不断地用力往下按 我让你叫 我让你叫 渐渐地 夜市门不再挣扎 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陈徐明赶紧停下手上的动作 用手探了探夜市门的呼吸 呆若木鸡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转瞬即逝 为了舒缓自己慌乱的情绪 陈徐明坐在床上看起了电视 直到深夜 陈徐明决定开展行动 他用床单把夜市门的尸体包裹起来 放在车子的后备箱 车子开到浙江安吉 一个水库北侧的茂密森林里 把夜市门的尸体抛在了那里 之后的几天 李明轩左等右等 不见女朋友的踪影 手机也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万不得已之下 他决定报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 迅速展开行动 很快将陈徐明 缉拿归案 最终法院 依法判处陈徐明死刑 本案中 也许陈徐明是真的爱夜市门的 要不然也不会这样折腾 但这样的爱 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是一种猥琐的爱 更是一种不合法的爱 没有一个女孩会喜欢这样的情感 更没有一个女孩会对这样的情感所打动 而夜市门的行为 同样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就因为一段难以启齿的情感历史 他竟然愿意用自己的灵魂肉体 来掩藏过去 来挽留住自己的心上人 然而 他这样的想法 却最终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